草州菜的其中传统特色是建菜不建肉,素菜分造 表面是素菜,其实里面是有肉的 燕窩球类似都是一样的 燕窩球是潮州老铁的手工菜 用料就精怪,都是公手工 燕窩球原本是潮州一个老菜 用芝蒙油包着的燕窩蒸出来就变得一体 埋传是没那么好的,蒸出来太肥 有点芝有味,没那么好吃 当年我是星公孔金岛的大厨 老板经营泰国燕窩 造成我研究多种燕窩的材料 又甜又咸,纯粹的鸡肉味 不肥,好吃得多 还有我反复试浸燕窩 浸到燕窩刚好,直至口感松眼好吃为止 至少我做的这个燕窩超过四十 说到做燕窩,我认第二 没有人觉得我认第一 我是做得最好的 做燕窩是疑学能精 材料的精怪,你也不知道怎么做 做就没有机会了 只要是看,你看不看到我怎么做 我出生的那些肚子一般都做不到 现时这么精细 要空间呢,有的人会做 但是呢,和我一样的水准呢,就未必 现在的师傅呢,识族这个菜呢,就不太 就算识族,都做到笔笔笔,或者死实实的 效果就不太好了 我用的印尼燕窩是A级的,圆圆整整,一块块的 现宅呢,先用洞水浸,浸了之后呢,就用搓碎去 搓碎去,搓碎去,搓碎去,搓碎去 再用滚水化,化了之后就勤工 我发起了,立即就用冰水落 落了燕窩,就让它快点凍 那燕窩快点凍 那燕窩快点凍的 冰水是做回那燕窩 为什么要有冬又有热 主要就是控制燕窩的硬度 我就要玩上空 才为这个燕窩 燕窩呢,大概是15分钟左右 就停工它 停工呢,大概呢 要停三个钟球 之后呢,就做燕窩球 用新鲜的热光鸡 就是用鸡胸前面的两条鸡枕 就是用鸡胸前面的两条鸡枕 鸡枕呢,就是鸡胸前面的两条鸡枕 就是鸡胸前面的两条鸡枕 就是两条鸡枕 就是一把一刀出来 就是这样的汤出来 里面带有一条鸡 一条鸡 一条鸡 通常用刀刮 把鸡汁硬碎,用少少鸡油 用手揉,用刀斜斜才有力 用手揉,用手揉,用手揉,用手揉 把鸡汁倒在,黏在鸡汁,用鸡汁一起化 可以很均匀,黏在鸡汁 再用鸡汁,用鸡汁大锌,但轻松 然后要和鸡汁做 把鸡汁倒在鸡汁,用刀刀搓一搁 然后鸡汁,用小玻璃芡淋 一粒燕窩球有心的失業 只要鬆,不會死吃 雞肉和燕窩的比例是99% 燕窩球吃下去就吃不足有雞味 吃下去只有蛋白的香味 十分大做好 作詞・作曲 初音樂 展示範圍